说到台东县金风香 除了著名的野兴温泉 不外乎就是金风四宝 小米 红梨 树豆还有洛神花 但农友就表示 年初干旱除了影响小米的收成外 断木香菇没有水也长不起来 更由农友转战种植断木木耳来指引生活 像我们采销般种了两甲多的小米田 因为我们的灌溉系统 不是很好 都依赖老天下雨才有机会让小米生产 所以我们差不多一两层而已 12月到4、5月 这个是枯水期 打水香菇比较困难 因为水源的关系 一般香菇我们300公克是120 那像黑木耳的话 我们是500公克 100块 有差 而为了让农友的辛劳不要付诸流水 金风香公所特地北上来到了新北市的板桥区 举办两天的农特产品展示活动 除了金风四宝外 还有传统美食文创商品等吸引民众目光 另外金风香在近期也透过成立旅游合作社 串联了在地20多间业者 要带动部落油气产业的发展 像我们这次可能会 之后会成立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网页平台 那我们现在也有跟一些旅行业者做一些业的合作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旅行社的加成 另外的话也是在数位这边的话 每个业者都可以有一些 在网路上可以曝光 那那个数位的话不会只是只有实体店面而已 为了我们的发展 有旅游的劳动合作社 有我们农业休闲区的合作社 还有零下经济的合作社 大概就要相应而生 因为主持战是一个趋势 我们必须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蒋正光表示 往外线是拓展 寻找农特产品的小手通路是一种模式 但如何串联在地农友业者才是重要的课题 因此期盼透过各个组织的团结 硬体加工厂的建制 让金峰乡的产业能迈向古境 约翔新闻大叔 六星北板桥采访报道